欢迎来到月亮说 2024年的第一个月 真的是激动人心精彩无比呀 像是古装男神任嘉伦的 漫改剧舞更迹《震撼开播》 以及悬疑剧《黑土无言高分预定》 还有吴磊和杨子各自的爆款填宠剧 更有意思的是 两部《仙剑》系列竟然同期开播 这是要正面硬碰硬的battle呀 接下来小编按照开播 顺序整理的14部一月新剧 包括每部剧的看点与槽点 视频看完你就知道 要追哪几部了 一月新剧开播第一部 陈兴旭张若南主演的 你也有今天 定档1月4号播出 这部剧的看点一个是 笑点非常密集 是绿症佳人 PK高冷又毒蛇上司的故事 陈兴旭演的 就是这个非常傲娇的毒蛇上司哦 而且《欢喜冤家》版本的预告片 也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喜欢和认可 同时也是女主的上司 两人从互相不对付 到最终发现彼此的闪光点 自此开始了一段 关于职场和爱情的唯美故事 一月新剧开播第二部 王凯 杨硕 董子健主演的 《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 定档1月8号播出 该剧是和胡歌的繁花 发生在同一个年代哦 而且剧情上还和胡歌的县尾大院 有相似之处 还是有概率 会成为2024年代剧的天花板 其实 该剧是《大江大河》的第三部 也是该系列的中章 在前两季的口碑和人气加持下 不仅延续了原班人马的制作阵容 并且加入了新的特色 内容上也是延续了第二部结尾的故事 讲述东海化工与洛达公司的跨国合作 正在如火如荼的推进中 一月新剧开播第三部 居静一 陈哲远主演的《仙剑4》 定档1月10号播出 原本《仙剑》系列 可是仙侠剧的鼻祖之一 也是仙侠迷的必追名单 但对于该剧 大家却都纷纷叫喊着 千万不要毁了经典 本来《仙剑》系列的人气就非常大 尤其是游戏版本 更是受到了很多迷弟们的追捧 而这次大部分观众都担忧 居静一会演砸了 会把经典给毁了 小编也是恳求居静一了 这次能够超常发挥 也希望剧中的爱情戏份能够少一点 主线剧情的精髓给展现出来 千万不要演着演着 又变成了以爱情为主的古偶剧了 《仙剑4》主要讲述了 帅姓纯真的云天和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在父亲牧师 邂逅了女孩韩玲莎 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后又结识了另一女孩柳梦里 为了探寻自己的身世 了解父亲的过去 三人一同败入了昆仑琼华派 成为门下弟子 经过种种历练 云天和仍坚信 我命由我不由天 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然而他们 为了拯救天下苍生 走上了一场浩大的 逆天改命救世之路 最终用正义战胜了邪恶 解救了妖界和黎明百姓 一月新剧开播第四部 陈建斌 胡军 邓家家主演的 《黑土无言》 预计一月十号播出 这一部小编强烈建议要追一追 是继近年来最高平分漫长的季节后 又一部东北悬疑剧开播了 而且这次由老戏骨陈建斌领衔 从预告中就能感受到浓郁的东北风情 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如同交织的丝线 缠绕编织在一起 该剧还采用了慢推理的手法 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谜团和悬念的世界中 简直瞬间调动起大家的推理细胞呀 《黑土无言》主要讲述了当过兵的关羽 通过破获大大小小的案子 从一个淳朴正直的小刑警 一路成长为破案经验丰富的刑警队大队长 他心思缜密 睿智老道 作风严谨 在长年的工作压力下导致身体每况愈下 然而1223大案案发后 关羽临危受命 在各种压力之下 关羽仍无法揭开谜团 面对如此棘手的案件 关羽能否扭转乾坤呢 一月新剧开播第五部 钟楚希 杨超越主演的《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 预计1月11号播出 考试考试不行 工作工作不行 找男人男人不行 你脾气倒是健壮 我我鬼你怎么 该剧的原名本来叫《如果奔跑是我的宿命》 是一部女人大戏 也是一部励志剧 同样也有一种旧熟的感觉 看了原著后的小编只想说 人生的意外无可避免 但是未来的生活总是要有勇气向前看的 一起加油 屏幕面前的你 《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 从各个角度展现了年轻女性成长的艰辛 和彼此治愈疗伤的坚强 剧情讲述了一场车祸过后 分别给秀芳和秀丽两个家庭 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姐姐秀芳的独生女 安心在车祸中失去了双腿 再也无法跳舞了 而妹妹秀丽 因车祸失去了小儿子 而无法走出伤痛 最后安心在妈妈秀芳的帮助和鼓励下 重返了舞台 妈妈秀丽在女儿若华陪伴下 也终于揭开了心结 看看钟楚希和杨超越演绎的怎么样了 一月新剧开播第六部 吴磊 赵金脉主演的《在暴雪时分》 预计一月中旬播出 这部剧可以说是整个2024年 期待值最高之一的甜宠剧 它和亲爱的热爱的 以及很想很想你一样 都改编自莫饱非饱的小说 目测质感会很不错哦 在官方新发出的剧照中 吴磊和赵金脉看上去青春洋溢 同框起来的CP感简直太炸裂了 感觉会比爱情而已更好磕呢 况且这两位的演技实力完全不用质疑 小编已经迫不及待想追了 对于在暴雪时分的剧情就不多介绍了 总之讲述了吴磊饰演的天才斯诺克选手林一阳 和赵金脉饰演的九球少女英国 两人从暗恋到双向奔赴的爱情故事 一月新剧开播第七部 外美云王子豪主演的金屋藏夫 预计一月中旬播出 我等的人 就是你 欢迎回家 该剧也是挺有意思的 一个预告就直接引起了争议 大家都说他是采取了一种擦边球的营销策略 看了预告后的小编也是浮想连篇呀 就看播出后到底正不正经了 而更令网友不淡定的是 剧中男女主的身高相差了40公分哦 这样真的能在一个屏幕里让大家磕到糖吗 不过金屋藏夫的剧情是比较新颖的 主要讲述27岁的婚纱设计师金夏 他贷款买下了一栋海边老宅 原以为幸福的有房生活就此开始 但金夏却很快发现这里居然闹鬼 原来古宅中还隐居着一位行为与能力 结壮如鬼魅的少年 这位疑似鬼的少年没有记忆 无法离开古宅 又与金夏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为了找到彼此羁绊的缘由 金夏展开了一段脸红心跳的金屋藏夫生活 一月新剧开播第八部 宋倩 陈兴旭主演的《我们的翻译官》 预计一月中下旬播出 有请羽翼科技的首席技术官 萧一诚先生 我现在的所作所为 都是对当年的你怀恨在心 蓄意抱负 其实这又是一部破镜重圆 就爱重逢的故事 虽然剧情很老套了 不过陈兴旭和宋倩的组合 还是蛮有看点的 陈兴旭原本颜值就出众 演技扎实 可以说是同期小生中的佼佼者 这次出演霸总角色 应该会很有代入感 而宋倩也奠定了《青熟女》的戏录 此番化身翻译魔女 一身黑色职场装也是 尽显洒爽 根据拍摄时期的路透照来看 这两人同框的CP感也十分在线 也是可以追一追的呢 我们的翻译官主要讲述了 在八年前 灵溪忍痛与男友萧一诚分道扬镳 成为了一名联合国专业翻译员 然而八年后的今天 灵溪已成为华生最年轻的首席口译专家 而肖逸诚也成为了她的潜在客户 在为争取拿下肖逸诚的合同时 两人再次展开周旋 肖逸诚表面上在对灵溪进行复仇 但实际上她不仅狠不下心来 反而不经意间对她展示出深深的关怀 一月新剧开播第九部 任嘉伦行非主演的烈焰之舞更迹 预计一月中下旬播出 时隔快两年了 任嘉伦的古装剧终于又来了 别忘了任嘉伦也是古装男神哦 过去她主演的周生如故 锦衣之下以及玉交际 就问哪一部不算是爆款呢 不过这些基本都是以爱情为主 而这次的五更季 是任嘉伦首部大男主古装剧 近两年有许多漫改剧都特别成功 小编目测该剧也不例外 毕竟整个阵容也是相当的豪华 有太多熟悉的面孔了 导演选角把每个人物选得特别有特点 全员颜值加实力派 非常有望成为2024年的古装剧天花版级别 对于五更季的剧情 小编也介绍过很多次了 主要讲述了任嘉伦饰演的人族王子五更 遭遇了国破家王后 沦落为奴隶却不弃初心 最终带领人族同胞 反抗神族压迫的故事 一月新剧开播第十部 杨子 范诚诚主演的《要久久爱》 预计一月中下旬播出 男女瘦瘦不轻 你不会以为我喜欢你吧 不是吗 我这正好搞了两张票 点个赞 看看杨子的人气到底有多高呢 嘿嘿 杨子的剧基本都能放心观看 这次她和范诚诚 一同带来青涩的爱情剧 从官方放出的照片上看 就让网友直呼氛围感满满 超级青春 杨子也是要重回校园 饰演一位高中生 有着诸多学生时代的剧情 应该会很有代入感 值得一提的是 预告还放出一段 杨子和范诚诚搞笑的对手戏 两人从青梅竹马的好兄弟 变成了情人关系 因为不适应的尴尬感 让彼此在要亲吻时 都亲不下去 结果杨子竟然提出 一起戴着墨镜 这样就不会看得那么清楚了 这样的片段 也是非常逗趣又好笑 更加让网友们期待了 《要久久爱》的剧情 也介绍过多次了 这里就不多展开了 主要讲述几个青梅竹马的小伙伴 互相陪伴成长 在经历分离和重逢之后 重拾初心的故事 一月新剧开播第十一部 李线 春夏 魏大勋主演的 《人生若如初见》 预计一月下旬播出 你这也说不清的是 你如何去说 这照片上 有我 也有你 这部剧简直就是来搞笑的 可笑的第一点 前年本来要准备开播了 开播前遭遇了下架 又在去年年底上当 最后又以延宕收场 终于计划将在本月播出 真是一波三折啊 可笑的第二点 在重新剪辑制作和调整过后 《人生若如初见》 不仅将原本男主良香的主视角 改成了以男二号杨凯之的视角为主线 因为主制线的变换 也就意味着男主良香的戏份 面临着大量的删减 而杨凯之的相关戏份占比 则大幅提升 这也是对李献很不公平呀 简直太利好魏大勋了呢 难不成和我的人间烟火一样 魏大勋要盖过主角的光环呀 《人生若如初见》主要讲述了 晚清庚子国变后 有志青年们在人生抉择中磨练一指 在时代浪潮中历经浮沉 并最终成长为一代革命制式的故事 是一部类似觉醒年代的历史剧哦 一月新剧开播第十二部 徐凯、虞书欣主演的《仙剑六起经兆》 预计一月下旬播出 两部《仙剑》系列同期开播会怎么样呢 按照过去可是捧红了刘亦菲、杨幂 以及唐嫣和刘诗诗等一众八五花 而这一次真的不好说 不过纪念于书欣主演的云之鱼 《苍蓝爵》通通都冲出了高热度 也为这部《仙剑六》增添了更多话题 再加上原本的仙侠粉以及游戏的迷地们 热度是绝对不会少的 小编目测《仙剑六》 会比《仙剑四》的口碑和播放数据要来得更好 《仙剑六起经兆》主要讲述了 小镇青年月经兆和异媚月琪闯荡江湖多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们意外得知月琪的生母 竟是令人忌惮的昆童谷谷主 然而一心寻找生母团聚的月琪 被迫面临亲情与大意间的痛苦抉择 并在好友的帮助下 一步步揭开了《起源珠》背后深藏的秘密 一月新剧开播第十三部 马依丽同大为主演的交错的场景 预计一月下旬播出 这是本月的第二部悬疑剧 也是一部堪称让你怀疑人生的剧 剧中的案件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而且都有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和背后的故事 你会发现这些案件之间都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而这些联系都指向了一个人 交错的场景改编自日本作家松本清章的同名小说 主要讲述了马依丽饰演的刑警江光明 在调查一起案件时 偶然发现同大为饰演的作家顾锦明 在他的小说中所描绘的犯罪现场 与自己正在调查的案发现场离奇重合 与此同时 他们开始了一场扑朔迷离的探案 严谨一概的一句话 就是局中局 案中案 这样的悬疑氛围总能让你期待的 一月新剧开播第十四部 邱泽尚宇贤主演的唐人街探案2 预计一月底播出 网剧版的唐人街探案 已经剧播出已有两年之久了 这次的第二季 是在原来的制作班底上 并比第一季更加强大 有很多老戏股也加盟了进来 但是呢 第一季虽然反响很不错 但实际上并没有赚到什么钱 甚至还有些亏损 导演作为一个商人 他肯定不会放任这种情况再次发生的 于是第二部应该是挺有商业性质的 小编也是担心最终的质量会如何 唐人街探案2主要讲述了 在泰国新加坡接连发生了多起起义案件 唐人街第一神探唐人的徒弟林默 以及天才黑客少女Pico 纷纷陷入案件的谜团当中 错综复杂的线索背后 隐藏于黑暗之中的真相 慢慢浮出了水面 全剧将以悬一家反转家人性的手法 传递了很多正能量 好了小伙伴们 2024年的第一个月 值得看的还是挺多的 像是黑土无言 无垒的在暴雨时分 还有杨子和人家伦的新剧 以及仙剑6 你最想看哪几部呢 评论区聊聊